你拍我是吧 好 你还想出了我这句话 嚣张民宿老板按人头收取停车费 还指人鼻子叫嚣 你们还想不想出去 结局真是大快人心 近日在青海海系发生了令人愤怒的一幕 萧女士和朋友一行四人自驾去青海旅游 途经海系一景区时 不小心误入了当地一民宿 当时在里面停留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等他们启动车辆打算离开时 民宿老板直接将大门关闭 堵住他们不让出去 张口就要五十元停车费 大概停定了十分钟 出来的时候那个大门就已经被挡住了 那个大哥就要收我们钱 而且是一人十块钱加车十块一共五十 萧女士说 当时门口没有任何警示标识 一般人真的看不出来里面是民宿 但不管怎么说误闯啊 他们愿意承担车费 但老板按人头收费 他们觉得不合理 便好生好气跟老板商量 看能不能少收点 给一半怎么样 但老板态度非常强 少一分都不行 由于那个地方没有信号 无法拨打报警电话 萧女士只好掏出手机进行拍摄 谁知这一举动彻底惹恼了老板 用手指着萧女士的鼻子进行 你开我是吧 好 你还想着我去做一举办 萧女士一行人非常害怕 只能乖乖进行付款 事后她越想越起 便将视频发到了网上 随即引发全网热议 也许是害怕舆论闹大 店老板赶紧出来澄清 她说收的不是停车费 而是浴室费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老板说当时萧女士一行人 捡了几块浴室 所以那五十块钱 都是浴室费 全程都没有下车 更没有捡他们一块浴室 老板为了逃避责任 竟然污蔑自己 网友们看了也更气 纷纷指责民宿老板太罢了 简直无法无天 随着热度越来越高 当地文旅局很快就介入调查了 目前 涉事民宿店已被关停 负责人正在配合调查 有网友表示 这哪里是民宿 简直就是黑店 载起人来一点不新闻 停车十分钟就要收五十块钱 还要按人头收费 车辆另算 游客提出质疑就指人鼻子危险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窒息 真不知道谁给他们的打量 青海警区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上次一名女游客因自带披肩 结果被警区伤犯首次披肩 还叫嚣不满她的不能带 这次不小心误入名字 被按人头锁要停车费 还威胁不给钱别想出 真的是无法无天 网友们喊话青海文旅 不要再隐身了 赶快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不然谁还敢去你们青海旅游 随后青海文旅发布通告 已经没收民宿违法所得 对其处以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 并责令其停业整顿六十日 接下来他们会加大 对警区乱收费的处罚力度 同时欢迎大家进行举报 一经发现必将严厉处置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